本投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亲爱的大卫 片名看起来不恐怖 跟没什么杀伤力 当来自网络超双双民怨恋 这是不理议恐怖鬼片哦 鬼屁孩让你问两个问题 绝对是不能问第三个 一起来看看这一部改变真正时事 很有事的鬼电影呢 哈 现在的十一世纪 就连鬼鬼也要会上网了 没有错 网路上有鬼 而且想定办法要弄死你 第二David直接翻译成了亲爱的大卫 喜欢在网路上乱弄恶搞别人的 可能要小心了 专制双民网路上80别人的这只鬼屁孩 满满网海一起刺路 嘴见小民们会不会乖一点呢 就还看到了电影开始在1996年的纽约 先是找到一家杂货店里面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晚上正在准备关店 也借由他们多一话提到了大卫 这时候的大卫是一个10岁小男孩在地下室 沉迷网路而1996年还是一个网路波及的时代 而接着怪呢 时间快转到了2017年的纽约 透过镜头一切揭露拍摄带出了我们这位男主 奥普斯塔普鲁饰演的亚当爱丽丝是一个漫画家 不过看起来他最近有点烦 显入一些瓶颈 在生活创作上 甚至亚当是跟一些双迷纠缠上了 第一开始就标注了 这是改变于真人实事 来看到了这位是现实亚当爱丽丝本著的样子 而第一的方向就是来自于2017年亚当的一则推文 也就是这一则在推特疯传的鬼故事 据称啦 亚当说 我的公寓有个死掉小孩的鬼魂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孩的鬼魂来格格临呢 就来看回到电影的剧情 一切的起源 来自于网路上一些双迷在评论他的漫画作品 也来插播介绍一下 出现了电影里面漫画 其实就是用了现实亚当本尊的一些作品 这边看到他这一段在公司跟同事的对话互动 他公司 BuzzFeed是一家网路新屋美女公司 也看到了同事兼闺蜜 半截亚方饰演的伊芙林 尽管啦 伊芙林谁有劝告他不要理那些双迷 但后来回家之后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亚当交叉键盘开始发动攻击 特别用了DIF 但In the Fire一直诅咒人家被火烧死 甚至还发动小网友去攻对方 哈也没想到 就这样亚当自己惹火上身了 嗯就这样在攻击了网友之后不以为意 亚当接着就被亲爱的大卫给追踪了 而且不只是网路社群的追踪跟可怕的随后接种发生 这也是一种高级的大家不要乘一丝口舌之快 或以为在荧幕键盘背后就可以乱恶搞有的没的 就在亚当真是惹火之前 其实也看到另一段一个亚洲小屁孩 在网路聊天室的毒蛇恶作剧 结果呢 惹到了亲爱的大卫 后来晚上睡觉时 就被莫名国瘾给挂掉了 就像网路上描述了死法 过来剧情插播新闻提到一个 昏迷21年后难得醒过来 明显的 这也是一个线索 伏辟跟这些音乐都可能关联了 一开始那个死去小男孩 也补充一下其他几个角色 像亚当的男朋友 小乐内艾斯克瓦尔 饰演海儿 亚当跟海儿有点 简单说亚当没对海儿 回应说我爱你 而假设丁隆饰演的布莱斯 他是亚当巴之飞的 那一个有点点毒蛇老板 好了 就来看到了亚当第一次看到大卫 就是在亚当发文 诅咒别人的那一个晚上过后 亚当一个人在家 因为海儿家里面有事飞回去 惨咯 那位追踪到了亚当家里面这边 事情发生在亚当棒棒棒子之间 觉得毛毛的 注意看房间另一边的 摇椅竟然自己换了起来 也就在黑漆漆的房间里面 摇摇摇的 亚当本身就像鬼压船那样 不能动 而突然摸了一线 帽子一个小男孩鬼影 就出这摇椅上面 使瞪着亚当汉 哈 真的也是被吓外了 之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从这边开始 过来今天不断地 过来是陆陆续发生 平均的日子也没了 亚当的生活从始大乱 从和其他网路下面乱枪 到发展人鬼故事 确实现实亚当 之前在推特 造成了一个话题 而事情有趣的是 这里面还有BuzzFeed的 推波助澜 嗯 没可以注意一下 亲爱的大卫 炒作痕迹 其实呢 BuzzFeed就是这部电影 背后的制片商 接着来看一下 这些事情发生的经过 被鬼缠身 同步所射的亚当 在上班的时候 就是这样 通常陌生的 从他背后昏过去 亚当感觉到 很奇怪 跟着过去 原本的办公室 没有想到 在跟过去 还没进来到 另一个地方 大家应该可以 看得出来 冒失了 这边就是一开场 看过的那间杂货店 而透过这边 也可以知道 他资深大卫是他儿子 瑞休威尔森 是眼琳达 这个女的 就是大卫的老妈 然后也是在这段过程 亚当得知 就是你只能问 大卫两个问题 不能问第三个 呵呵 只要问第三个问题 那你就要 GG打大梅啦 嗯 可以看到 两个人的感情 真的有问题 是一开始 亚当并没 直接跟凯尔 做到这件事 原本呢 也是有跟闺蜜 依附林聊到了 闹鬼的事情 不过也看到 事情后来闹大 包括在推特 说到他家出现一个 想让爱鬼魂 就像布莱斯 亚当老板知道之后 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一个会爆红的话题 布莱斯跟着加码 要亚当以这个主题 来轻易操作 就看到 后面陆续 剖出相关的一些图文 先使亚当 把所遭遇的 各种奇怪怪 记录下来 像是后来亚当搬家 哈 搬到原本住处的楼上 像激怒他家猫咪 一直守在门口 只盯着门缝底下 也就是这样 亚当时不时 一生一鬼的 好像门外面 有什么咚咚 一些怪声音 楼下原本他住的房间 好像有人 这些有的没的 甚至也搞笑 举办的网络票选 要怎么来处理 看到了亚当衣服里 搞了一些 取魔仪式什么的 但还是没有效啦 剧情慢慢堆叠 恐怖氛围 呈现的这些 一次又一次 变门加厉 亚当撞鬼的过程 不能好好睡觉 不是被鬼一直闹 也真的很困扰 就有好几段 在黑猫猫房间 亚当睡觉时 剧情看到了 像这边 亚当硬生生 被拖下床 一动也不能动 的状况之下 被某种鬼影的力量 就像这样 被一直拖 一直拖着 看到了被捡转换 转到了当年 大外扯迷上网 我的那个地下室 而这一幕 可以说 就像是一种 回到过去的场景 佩洛 前面有提过 一则新闻所提到的 一个狐明 21年后 难得醒过来 佩洛会推算一下 2017年的21年前 就是1996年 大外当时10岁 这个部分 就是带来了亚当目睹 当年大外 所造的状况 简单说呢 这一段 一个难得 不爽大外 一直玩电脑 怪大外用类似电线 勒住那个难得 在那又跑出一个女的 用力砸破了大外头 顺路在目睹了 惊悚了这一幕之后的亚当 其实在这边 还没真的 完全搞懂 这整个世界的全貌 但开始有了一个人物 也画下了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 现实亚当 所画下 他所造遇 大外的素描 没有错 其实百般的不愿意 当亚当越陷越深 而且随着看到越多 案件发展 越来越清晰 一整个事情也就这样 让人越来越毛骨悚然了 不管亚当理想到了 那则忽明21年 难得新闻 好奇心的作祟之下 亚当跑去 那家医院调查 甚至也扯出了 大卫老妈 琳达 亚当目录的 琳达就是敲破 大卫一半脑袋 那个女的 不过这中间 是发生什么事 而这一切 又是跟亚当 有什么关联呢 还有 虽然剧情不值得 其他大卫 三个问题二局 但都不认为了 不管问什么问题 也不管回大卫 有没有回答问题 或是回答什么 基本上感觉起来 跟后面剧情 都没太大关系 或者说 是很故意 要来逼人家 发问到第三个问题 是不是呢 就像这一段 这一晚大卫 再次来乱亚当 亚当就问了 或是对 one from me 人家要干嘛 也就只看到 对方回答 这是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是大卫 拿打字机 瞧亚当的头 没有结果对话 过来也只能 往下继续看下去 现在到位的导演是 约翰·麦菲尔 得不认为 整部电影 有话题性为基础 真的有撞鬼吗 光是这个问题 可能在网络上 就有一方论证 但不管现实的亚当 有没有真撞鬼 请教策略奏效 确实也已经引来 大批看戏观众了 怎么一回事呢 电影连接的 网络霸凌为主题 所发响的鬼大卫 一整个很有戏 此时 W想问一下 亚当是发言不当 但你这样 一直弄人家 难道说 不也是一种霸凌吗 而就在亚当的 最终调查之下 包括查出大卫近况 虽然说 新闻报道说 大卫醒过来 去医院查 去说 大卫后来已经挂掉了 大卫怀疑 这个部分的真实性 也看过了 因为精神不正常 被关起来的琳达 这部分跟亚当目睹的 也有差异 关于琳达状况 说是琳达干掉了 自己的老公之后 又要杀害大卫 甚至跟离奇人士 跑去找 吃掉琳达的那位医生 亚当又因为发现了 然而是医生 已经上吊 GG了 真的是被吓坏咯 亚当一连串 不正常的情境 也是让身边的人 离他越来越远 所以说 该怎么办 才好呢 究竟亚当 能不能逃过诅咒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 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 或想保有点 神明感人 接下来这里就好咯 W就说了 不能问第三个问题 是故意设计的局 这是一个陷阱 虽说不能问 其他大卫第三个问题 但就在鬼大卫 一直闹的状况之下 亚当不经意问了 到底要干嘛 之类的第三个问题 也算了 发生在大卫身上 是很遗憾的 一段过去 很得到在电脑画的作品 遭到网友嘲笑 甚至家暴 一些意外 都是让人很不舍 不过就在这一股 被愿转化成了 网络邪灵 如果说失去教训 那些玩劣的 二值相名就算了 像这样 可以去逼疯 鼓励亚当有点过头 就为了 别人家问出 第三个问题之后 好挂掉人家 总之 亚当问了 第三个问题之后 要下重手了 设计的死法 是要让亚当DIF 虽然过程有点假 但还是有一点 创意在里面 看到了利用的事 像电玩控制 游戏角色那样 操控亚当去厨房 还好像点火之内 要让亚当自己 引火自焚 只是呢 好家在 最后还有个 义弗里有牌救他 结局是一个 有情无险 有情和爱情 帮你走局势 虽然看到了 左地方被烧掉 亚当跟他猫咪都没事 真的是给他 可喜可恨咯 总结说 算了一部 偏小屏 网路上有鬼的 领域恐怖片 得不给平呢 大概落在 小辣到中辣之间的 一个恐怖等级 确实 过时有其创意 跟画力戏 也有不少恐怖的点 但均匀呈现方面 整理结构 算比较松省一点 聚焦来男主 一方面硬穿插 图像 射击一些记录 另一方面 撞鬼形势 多是发生在睡梦之间 也就是 里面很多在睡觉的镜头 类似星星片多 很容易让人产生疲乏 对整体恐惧感 也降低了 然后关于另一篇 鬼大卫 被已经描述篇扫 零星 大概只知道 十岁不幸的照应 但包括发疯老妈琳达 后来奇怪 真的挂掉吗 琳达有设计多少 为什么 三个问题的设计 鬼大卫 回忆又爱你不离的 而且一局也貌似的 是一种 摆脱边缘人生的诅咒 如果有朋友 爱你的人帮助 就可以脱离劫难 哈 是这样的意涵吗 也还看到了 在电影最后 亲爱的大卫 仍继续存在 转到有个直播女王红 就很不谢谢了 就是她开直播当下 挑战了亲爱的大卫 没有做超长的下场 一边还在线上直播 女王红就这样 一直撞自己的头 应该回来GG了 亲爱的大卫 真的超可怕 说明还是要克制一下啦 大概就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底下欧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亲爱的大卫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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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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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